我不希望对方在跟我约会时 经常要坚持AA 不喜欢AA 对 因为我是觉得呢 如果在男女朋友之间约会的话 AA只可能会比较见外 会很生分 最好是女生都出了钱了算了 我觉得都应该男生来承担是对的 那如果女生提出来 比如说你两到三顿 那她请一顿呢 你会你心里怎么想 我会是情况而去分纵对方的意思的 20号 男嘉宾你好 但我觉得两个人约会的时候AA挺好的 比如说这顿你请我吃个火锅 我请你喝一瓶鲜果炸的多吃不怕的 官方山楂树下 吃火锅和山楂树下特般配 这样两个人都有付出 然后感情才会更甜蜜 女嘉宾说得很对 喜欢跟男生出去消费的时候AA的 喜欢这样方式的女生举手看看 三个 其他的女生是 孙雪 因为是这样 我出去的话 假如这个男生是有意向的男生 我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跟他AA的 就是我觉得这个不光是见外的问题 你得是什么情况下 是陌生人 我们一起出门的时候 比如说碰见陌生人一起想玩一个东西了 那我们跟其他人拼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AA存在 他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AA这个事是可以的 但是它限于同事 朋友 对 但是情侣之间 你觉得这个 就 这个不正常 好 来 16号 我觉得吧 就是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 我就是轮着来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说以后两个人就真正的在一起了之后 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去这种什么AA干嘛的 就也不会去想到说什么这顿你啊这顿我啊 就不会有这种方便的考虑了我觉得 你同意吗 我同意的 然后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希望 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有过前任是国外回来 可能一种习惯性的一种方式啊 会觉得喜欢AA 比如说这次200块 那是不是要一人一百 在一段时间之后也会有所改变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会觉得这种很生分 心里会有这个小的阴影 这个确实有文化背景的差别 是 一点没错 留学生里面是很常见的 是 是 是 在初期选择的时候 就网友都说也会画得很清楚 那我想知道乔儿 你要是之前跟太太约会的时候 那怎么办 一边一顿来 或者我们当时的方法是大头一小头 比如说一个人买电影票 一个人就买爆米花 就有这种有分工 但是你说完全的AA 我们确实做不到 我的英国朋友 他跟他男朋友去超市 有一张单子 一个人先付了回来 他把自己的那个打勾打出来 然后对方的也算出来 然后他们有一个账单 就是都是算得非常非常清楚的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有点不习惯 不可思议 对对对 确实是文化差异非常大 毕竟讲究 但是我总觉得吧 这个事儿 只要两个人都觉得舒适 就没什么毛病 但是在这个事儿 最好和女方形成一个共识 千万不要你这么觉得 她觉得不舒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